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了亚法沙 赞是诺亚502岁时候生的儿子 就是在洪水前 亚当被造后的1558年的时候出生 当洪水审判的时候 诺亚就是600岁 赞的年龄是98岁 所以洪水两年之后 他就是100岁 我们看到诺亚生了三个孩子 就是赞 韩 亚服 赞的意思就是名誉 好名声 韩的意思就是黑 胖 亚服的意思就是扩大 扩张 诺亚他会赞起这个名字 是希望儿子活出美好的名声 信靠上帝 宣扬上帝的圣灵 把上帝的信仰传遍天下 参考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 七章五节 感谢神 想活出了美好的见证 他信靠上帝 上帝祝福他 所以我们看到 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六节 诺亚就这样说 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赞信靠上帝 所以上帝祝福他 也带给整个家庭兴旺和福气 有一些家庭称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福星 因为这个孩子出生后 带给家庭兴旺和福气 也让家庭的经济好转 所以我说 赞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这个赞好好的信靠上帝 上帝的祝福就通过赞临到整个家族 然后他的后代也好好的信靠上帝 把上帝的信仰延续下去 让整个家族耀眼绽放 有好的名声 上帝通过赞的后裔得到了荣耀 所以他们的后裔都有美好的见证 明扬施海 所以创世纪九章二十六节 就是赞 就是挪压对赞 是神荣耀的一个告白 所以赞的后裔呢 他们一直都信靠上帝 求告上帝的名 把上帝的信仰传递到后代 甚至到了亚伯拉罕的时期 也是信靠上帝 亚伯拉罕也继续地把这个信仰传递给雨上 还有雅阁 我们参考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十五节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节 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 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七节 使徒行传三章十三节 还有七章三十二节 他们都这里都说到 上帝不当是赏的神 也是亚伯拉罕的神 甚至是雨撒雅阁的神 所以期望上帝也是你的神 你也是好好信靠上帝 蒙上帝赐福的一个家庭 好 第二个人物我们要看的就是亚伯沙 散在洪水后生了五个儿子 参考创世纪十章第一节 这五个孩子就是宇兰 亚书 亚伯沙 路德 亚兰 亚伯沙是散的第三个儿子 参考创世纪十章二十二节 在这里圣经是按顺序记录孩子的名字 散是亚伯沙的第三个孩子 只有这个孩子完成了上帝的旨意 好好地信靠上帝 散他为这个孩子取名亚伯沙 意思就是领域的意思 就是散他盼望他的孩子 能够将自己的祝福 还有上帝的信仰 能够代代地传递下去 希望这个信仰能够在子孙中砸根 我们感谢神 亚伯沙没有让父亲失望 他坚信上帝 成功地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 所以散呢 看到了通过这个亚伯沙 信仰就能够确保了 在他的子孙当中 福音有了这个属灵的一个据点 就是这个信仰 杂根在他的子孙里面 这让我们联想到 在洪水之后 挪亚在方舟里面 放出了第一只鸽子 因为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就飞回来这个方舟 过了一个星期 挪亚再放出第二个鸽子 这个鸽子终于找到了落脚处 并且掉了一根橄榄叶的嫩叶回来 参考创世纪八章八到十一节 所以挪亚终于知道水退了 他就输了一口气 所以散呢 看到他的子孙当中 这个亚伯沙能够好好地坚定上帝 坚信上帝 所以他的心也能够松了一口气 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上帝就约要为人预备救恩 让人再次能够得回永生 所以上帝的救赎之功 就是先为自己拣选一个领域开始 为了要预备这个救恩 上帝就找了一个立足点 这立足点就是在巴勒斯坦 上帝选了一个最小的区域 就是以色列作为自己的据点 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到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所以神呢 就到了降生在以色列 耶稣降生在以色列 这个是神自己的地方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也说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拆派他的儿子叫神 所以以色列呢 就是上帝一早预备好 拣选来迎接这个米萨亚的一个地方 就是上帝的拣选的一个地方 以色列也是通往欧洲 亚洲非洲的一个世界中心点 就是希望以后福音很容易就从以色列 传到欧洲传到亚洲传到非洲 我们看以色列结书三十八章十二节 那里写到 以色列人是住在世界的中间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 传递上帝的信仰 成为上帝兼顾的一个领域 参考你的前书二章九节 第三个人物我们要看的是 撒拉 撒拉的父亲亚法萨时期呢 就是上帝为自己预备一个领域 预备一个福音据典的时期 然后到了撒拉的时期 就是福音开始扩张 变满全地的一个时期 应验了上帝在洪水之后 对诺亚所宣布的一个祝福和命令 上帝宣布说 你的后义要变满全地 要茂盛繁荣 所以这个就是在创世纪九章一节 和七节上帝所宣布的 所以正如神从无耳 只是拣选亚伯拉罕一个人 而开始的以色列民族 等到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 生养众多繁茂 及其昌盛强大 满了那地的大族 参考出埃及记一章七节 沙拉这个西布莱 自根叫做沙拉 就是向外远远地扔出去的意思 拆遣生长的意思 亚伯萨他生沙拉 他就是希望这个子孙能够尽且 奉上帝的拆遣 分散到全地 扩张这个信仰的势力 传扬上帝的名 所以我们就看到 亚伯萨 这个沙拉这个名字呢 就让我们知道 在他的时代 上帝的信仰 已经分散到各地去了 所以我们也应该顺服 耶稣升天之后 圣灵在五旬节 降临在120个门徒身上的这件事情 圣灵就是要信徒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给万民听 所以圣灵降临 就确保信徒 要在巴勒斯坦那个地 甚至普天下 传扬福音 让这些地的人 都成为相信福音的人 我们看到 使徒行传六章七节 十二章二十四节 十九章二十节 记录到 信徒他们就被拆遣到 各地去传扬福音 上帝的话语在那个时候呢 就大大的兴旺 扩展到各地 在哥罗西书 一章五到六节也说到 福音就传遍福 补天下 结果生长 很多人在各地 信了主 成立了教会 所以期望我们也 为主宣扬福音 把福音传 变到地级 第四个人物 我们要看的就是西伯 可能大家对这个西伯 不熟悉 在圣经里面 好像也不是很出名 但是在圣经里面 其实对西伯 有特别的记录 在创世纪十章二十一节写到 赏是西伯子孙之主 在这节经文 西伯就是这个句子里面的主体 约翰加尔文说 这节经文就是赏家族的一个序论来的 因为这节经文要强调西伯的重要性 在这节经文也高度的评价 这个西伯有美好的功功绩 美好的功劳 要人们注意这个西伯 他的信仰是信靠上帝的 所以我们看到西伯所有的子孙从赏而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西伯所有的子孙都是相信上帝的 所有的子孙都传递 活出上帝的信仰 所以赏的神呢 在创世纪九章六节 就是说 不是所有这个赏的子孙都信靠上帝 只有这个西伯的子孙 他们才是都信靠上帝的 他们是传良上帝的 延续上帝的一个宗族 所以神呢不单是赏的神 后来也成为西伯子孙的神 甚至也成为亚伯拉罕的神 所以圣经呢把这个西伯 以信心之主亚伯拉罕列在一起 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 参考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二十七节 西伯在西伯来文是 阿巴的 这个字根出来的 意思就是渡过河的人 去到对岸的意思 表示说这个西伯他从一个罪恶的世界 渡过了这个悠法拉底河 走下一个信心之路 西伯就和西伯来的字根是相同的 其实也和马来文的 其实也和马来文的 Severang这个字是相同的 马来文Severang就是S-E-B-E-R-A-N-G 它里面也有E-B-E-R E-B-E-R-A-N-G 这个字根 E-B-E-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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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就是 对岸的意思 去到对岸的意思 所以呢 今天那些相信神的人 他们也是神不让地过了优法拉底河的人 所以西伯来民族就是西伯的后裔 亚伯拉罕他也是遵从西伯信仰的一个后代 他搬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 参考《串世纪》十四章十三节 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后来称亚伯拉罕是西伯来人 当人们在建巴别塔的时候 西伯就带着他的一些后代 搬离开这个犯罪的地方 渡过了优法拉底河 到别的地方建立了埃伯拉王国 传承正统的相信上帝的信仰 高举灵性改革 进化信仰 所以以后亚伯拉罕也一样的过了河 离开拜偶像的这个吾尔 所以西伯来也就是渡过河的意思 亚伯拉罕他也离开了这个吾尔 离开了这些拜偶像的祖先 他们就是法勒 拉罕 拉罕 西路 马赫 塔拉 这些拜偶像的祖先 参考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到十二章第四节 然后约束亚纪二十四章二到三节 俗图行传七章二到四节 都说到他这些祖先是带偶像的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那些人也称亚伯拉罕是西伯来人 也就是渡过了优法拉底河的人 信靠上帝的人 亚伯拉罕是西伯的第七代孙 就由他传承了已经断绝了的上帝信仰 这个脉络 所以后来我们看到 上帝不当是赏的神 也称为西伯的神 后来接着传承到亚伯拉罕 也称为亚伯拉罕的神 所以祝福上帝今天也是你的神 上帝的祝福会跟随着你 好像跟随亚伯拉罕一样 在圣经里面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埃伯拉罕的记载 但是考古学的资料却有记载 这个埃伯拉罕国 埃伯拉罕国是出现在主前 2500到2250年的期间 就是埃伯拉罕国就位于今天的 叙利亚阿勒坡的这个境内 是一个艺术与学术文明的城邦 他的开国国王就是西伯 在当地出土的这个泥板呢 可以证明当时附近的城邦 都有向这个埃伯拉罕国朝贡 这埃伯拉罕国是近东地区里面 最强盛的一个国家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西伯他就是在主前2391年 就是亚当之后 1723年出生的一个人 他在西伯在1757年的时候 生的法乐 后来西伯就一直活到2187年 就是主前1927年 所以埃伯拉罕国 证实就是西伯时期 存在的一个国家 考古学家在西利亚西北部的 这个废墟里面 找到了15000块的这个泥板 他的内容呢就和这个埃伯拉罕国的记载 是相似的 当时出土的还有这个苏美语 翻译成埃伯拉语言的这个古老字典 大约有一千个单词 所以考古学家就能够解读 这些出土的石板里面的内容 其实就是写到埃伯拉罕国 根据这个颜荣国博士 所写的《摩西五经》改定本中 他写到埃伯拉罕国 位于巴勒斯坦整个南边地区 包括了尼巴嫩 叙利亚一直到西南 然后西边就到塞浦鲁斯 东边到美索不达米亚 当时曾经与埃伯拉罕国交易过的国家 有加沙、米吉多、索多玛、俄伯拉等古城 所以资料显示 埃伯拉罕国呢 是一个强大宽广的一个国家 这些都在尼巴里面 可以找到这些内容 好 我们第五个人物 我们要看的就是法勒 法勒在西伯来文就是 Pilak 意思就是掰开、分开 或者是分裂、分离 上世纪十章二十五节 写到 那时人分地居住 西伯他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与世宿分离 成为一个分别为圣 远离罪恶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法勒呢 却辜负了父亲的期望 他没有好好信靠上帝 他参与了当时代的人犯罪 造这个巴别塔 圣经说塔顶通天 就是他们拜天象的意思 所以法勒的时期呢 人分地居住 语言变乱 很明显就是 这个造巴别塔的事件 所以当时上帝 把他们的语言变乱 人因为听不懂彼此的讲话 所以就停工 无法完成这个复杂的建筑工程 参考创世纪十一章 一到九节 十章二十五节 他们成为了不同的民族 分散到各地去居住 我们看到 人虽然经过上帝 用洪水来审判罪恶 但是很快 他们就忘记了这个审判 继续地建造巴别塔 犯罪 忍入了上帝 我们怎么知道 法勒有参与 造这个巴别塔犯罪呢 我们从圣经看到 在法勒的时期 人的寿命突然缩短了一半 法勒是那个时代 赏西谱中 死得最早的一个人 我们看到西伯 他活到四百六十四岁 法勒呢 只活到两百三十九岁 拉吴也是活到两百三十九岁 西路活到两百三十岁 他们不像祖先那样长寿 只是活到两百多岁 活到祖先的一半岁数罢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陕西谱的祖先 从挪呀 一直到西伯 都还建战的时候 这个法勒呢 突然死掉 说明 这个时代的人犯了大罪 不敬畏上帝 我们在真元十章二十七节 看到这里说 恶人的年税 必被减少 然后四篇五十五篇二十三节也说 流人血行鬼杂 杀的人必活不到半世 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也记载 那时代人分地而住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犯了建巴别塔的罪 挑战上帝 因为上帝要他们分散到各地 传良上帝的名 可是他们不愿意分散 传良自己的名罢了 建这个巴别塔传自己的名 参考创世纪十一章三到四节 他们不但不悔改 反而用人的智慧去造这个巴别塔 在他们的脑海中 意思里面认为 上帝用洪水审判罪人 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畏神赏的子孙呢 法勒也受到这些人的诱惑 参与了巴别塔的建造 严重得罪了上帝 所以上帝审判他们 使他们的寿命忽然间减少了 减短了 我们也看看法勒和亚伯拉罕的情况 这个诺亚是亚当的第十代孙 他在诺亚的第十五代孙 法勒死了之后 诺亚又再活了十年 而这个法勒呢 他就与亚伯拉罕 就是亚当的第二十代孙 一共生活了四十八年 亚伯拉罕与从他祖先诺亚 一直到塔拉西普中的十位祖先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当时诺亚 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与沙拉西伯 已经搬离开这个犯罪的地方 去到哈兰生活 建立埃伯拉王国 亚伯拉罕在离开这个吾尔之前 他也是和这些不敬虔的祖先 就是法勒拉乌西路拿赫生活在一起 我们怎么知道这些祖先是不尽且的呢 我们看到亚伯拉他在48岁的时候 他看到了他自己的祖先这个法勒 突然间短命死了 只活到239岁 然后到了第二年 他又看到另外一个祖先 148岁 又死了 这些祖先的信仰变质了 不再好好的信靠上帝去犯罪 去拜偶像 所以受到上帝的离弃 所以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亚伯拉罕他就领悟到 是的他要离开这些犯罪的祖先 免得他也死亡 所以他就离开了吾尔 与这些拜偶像的祖先分离 到了哈兰 到了哈兰 后来又到这个迦南地 他和他的祖先 他和他的子孙就建立了这个属神的国度 就是他的后一 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代 到了这个迦南地 建立了属神的一个国度 就是以色列国 预备一个让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据点 所以以色列国就是 亚伯拉罕后代所建立的一个国家 要预备让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据点 今天我们的看到这里 我们今天要总结 从这五个人所学习到的心得 我们要从这个散学习到 要过一个有美好名声 有好的生活见证的一个生活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 也能够祝福别人 我们也要学习亚伯撒 把信仰传递给子孙 让整个家庭成为福音的出口 能够祝福周围的人 我们也要学习撒拉 成为一个服侍上帝的家庭 把福音传到远方 让更多人能够蒙福 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希伯 遵从上帝的命令 远离拜偶像 远离犯罪的生活 能够得到永恒的奖赏 最后我们也要学习亚伯拉罕 对上帝有那么坚定的信心 完成了上帝在他生命中 美好的计划和使命 让整个世人因他们得福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完成 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计划 让世人因我们得福 祝福大家能够蒙上帝的赐福 让祝福大家也有美好的生活见证 能够世世代代信靠上帝 传扬上帝的福音 让别人能够因你们得到这个救恩 谢谢大家 我们一同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拣血 认识你的救恩 得到你的救恩 让我们过一个美好的生活 让我们愿意远离罪恶 愿意传扬你的名 愿意让更多人因为你而得救 我们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灵求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тол bridge 中�� 赚 的 王 我 队 不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